继7月19日彭湖木斗雨发现一艘类似美军太阳能无人载聚后 今日又有钓客在小门空壳于海域发现类似物件 但形体较上一次规模小一半 没有风帆船太阳能板装置 以通报彭湖海巡队载回部队 彭湖海域频频出现军事侦查无人载聚 同时无法辨识国籍 现都以机密方式处理 不对外公布消息 彭湖海域7月19日在木斗雨发现一具无人伏具 上面有太阳能板、卫星雷达等高科技系统 外形与美国海军研发的无人水面舰队辅助设施相似 因上面无任何标示 有待进一步厘清 不料前一件无人载聚谜团尚未解开 今日清晨六时许 又传出钓客在临近小门空壳于海域 发现无人伏具 外形与前次类似但形体小了一半 同时未见风帆太阳能板 底盘是太阳能电池 前后两只黑白色天线一发一收 白色是雷达波探测 前后两只则是GPS 卫星定位系统计算经纬度 初步判断可能是探测气象水流与周围近距离搜寻 形同无人探测船的功能 虽然先前发现的无人载聚 与美军无人舰队使用的形体相近 但因上面没有任何标示 加上临近中国 日本都有进行类似研发 因此人有待国海院进一步确定厘清 记者陈荣誉报道